慈禧太后作为清朝末期实际的掌控者,统治大清帝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她奢靡成性,搜刮了无数金银财宝,况是真品,而这些财富,具体几何,不可言说,但当年慈禧身边的宫女趁乱偷藏了一个枕头,64年后拆开,里面全是国宝,大家好,欢迎订阅爱史说。 慈禧的一生,生活之奢靡,实属是令人难以想象,仅是一天就要花费大概是四千两的银子,都能够买下当时的一艘德国的巡洋舰,慈禧本人非常喜欢宝石,珍珠,玛瑙等名贵的珠宝,在史书中记载。 光是慈禧手中的珠宝,就大约有三千多盒,据慈禧身边的德灵回忆道,第一次见到慈禧时,光是慈禧身上的一个披肩,就是由上千颗珍珠制成,每颗珍珠光泽圆润,披肩的边缘还镶嵌了满匪翠饰品,其价值不言而喻,公元1908年,慈禧在北京城因病去世,她在临终前示意,丧葬典礼,物极龙虫,在她死后,身边的随葬品更是价值连城, 在棺材里就有用金银珠宝制成的褥子,上面镶嵌有有一万多颗珍珠,二百多块白玉,八十多个红宝石,慈禧身穿金丝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卦,另外还有翠玉佛,翡翠西瓜,祖母绿宝石,红珊瑚树等珍贵物品摆放在慈禧的尸体周围,从光绪五年慈禧的乐定殿完工到地宫最终封闭,这三十年间,还陆续向地宫放置了各种珍奇瑰宝, 金玉季其一千余剑,据当时的主管太监称,慈禧的陪葬品可价值上一两白银,而在这些珠宝中最为贵重的还要数慈禧的几颗叶明珠了,叶明珠作为中国古代最为珍贵的宝贝之一,在当时可谓是价值连城,一般只被一些王宗贵族所私有。 从秦始皇到武则天,再到成吉思汗,叶明珠都是价值连城,皇家视为接近神明的东西。 史记中也曾描述,明月珠,静三丈,光照千里,虽然措辞过于夸张,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叶明珠的珍贵,彰显了极为尊贵的身份地位,在当时谁能拥有叶明珠,就相当于拥有了巨大的财富。 而这近代中最有名的,当属慈禧口中的随葬品中口含的叶明珠,传说叶明珠能够生寒防暑,以保湿身永不腐烂。 1928年,军阀孙殿英闯入慈禧太后的墓陵,将光果破坏,并盗走大量的随葬物品,其中就包含了这颗珍贵的叶明珠。 孙殿英《东陵道宝记》中记载了孙殿英的话说,他慈禧口里含着一颗叶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时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 这颗叶明珠具有近似球形形态,称重约787.28克拉的金刚石原石,其1908年当时1080万两白银的估价约相当于8.1亿元人民币限制,是为一颗绝世宝珠。 慈禧作为除了慈禧口中叶明珠广为人之外,其中以他每天都戴在头上的凤冠最为珍贵,这几颗叶明珠原就是镶嵌在这凤冠之上的。 凤冠上面有共有九条金凤凤凰,每个凤嘴中都含着一颗价值连成的夜明珠,彰显着大清国太后的威仪和尊贵,冠上最大一颗夜明珠,重四两,大如鸡卵。 这颗最大的就被慈禧含在口中以保湿身不服,其他八颗虽然不如这颗的大,但也还是非常珍贵的,慈禧奢靡一生,藏针无数,在死后的随葬品更是价值连成,纵然如此,最后也是带不走一二, 反倒是失去了那生前身后名,在清朝末年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轰开,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此时清朝仍然不思变革,固不自封,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甚至不惜与这些西方殖民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随着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终日签订马关条约,清廷割地赔款,沉重的赋税剥削令民众苦不堪言, 于是,就有一些人在民间自发建立了名为义和权的组织,他们打着扶清灭扬的口号,掀起了一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风潮,一时间引得所有爱国的民众纷纷响应, 义和权的这个组织也逐渐发展壮大,随着这场爱国运动的兴起,各个国家驻华的使者和一些军队都遭到了义和团的进攻, 并在短时间内对西方列强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当时的慈禧也非常希望义和团能够重创这些西方列国,以此来解决当时清朝所面临的窘境, 不过这场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 由于两方实力悬殊,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还是遭到失败,此起依赖义和团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1900年,由英、德、俄、法、美、日、裔、澳等八国组成的侵略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 义和团运动反倒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型瓜分和掠夺中国之时, 而被洋人打怕了的慈禧也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忠实工具, 这时的慈禧太后不准许人民反击侵略者,而是开始大搞卖国活动, 为了讨好列强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甚至不惜说出了亮中华之物理, 节与国之欢欣这样卖国的话语, 不过,这样的妥协也并没有使得列强停下想要瓜分中国的脚步。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 城内的达官贵族纷纷逃窜,当时的北京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慈禧和光绪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便准备连夜出逃, 在逃走前,慈禧还想着做最后的挣扎, 便并从凤冠上取了四颗夜明珠想要送与外国人, 以求他们退出北京。 慈禧从自己的凤冠上摘下夜明珠后, 便命一个姓王的宫女送往西门宾馆。 交与李鸿章派来的人, 在让李鸿章再送给外国人李鸿章当时正在负责与外国人交涉退兵一事, 当时这个小宫女才17岁, 慈禧太后告诫她, 这个宝物价值连城, 必须要好好保护, 人在朱寨, 这个宫女虽然年纪较小, 但却有一颗爱国之心, 在目睹外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后, 不忍将这件国宝落入外国侵略者手中, 于是下定决心, 即使自己的丢掉性命, 也不能把这中国的宝物拱手送给外国人, 她将这四颗夜明珠藏在枕头里面准备挟珠而逃, 好在枕头实在是难以引人注目, 还真就成功从八国联军的眼皮子底下蒙混过关, 随后她便隐姓埋名, 带着夜明珠逃回老家, 从此再无下落, 后来, 随着战争的平息, 八国联军和李鸿章进行了谈判, 达成一致之后, 八国联军撤兵, 慈禧又回到了紫禁城, 慈禧太后返回皇宫之后, 也曾想过去寻找这位宫女, 可是由于当时国事繁多, 再加上战争频发, 慈禧也无暇顾及, 便也没有再派人去寻找,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964年, 在西安市柏树林柱的一个工人家庭里, 发现了这四颗夜明珠, 在他们搞清洁卫生的时候, 小孩子把一个肮脏油黑的小枕头拆开, 正准备清洗时, 发现里面有一个红布包, 揭开红布后, 又是一层黄布, 黄布包着一层油纸, 油纸里面又有一层棉纸, 打开来就发现里面包着四颗龙眼大, 晶莹闪亮的夜明珠躺在里面, 原来, 那个肮脏的小枕头, 是一个八十岁的王奶奶, 在临死前给他们的, 这个王奶奶, 便是64年前慈禧太后身边的那位工女, 在当时的那位小工女, 逃回老家西安后, 发现自己已经无亲无故, 只得一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后来新中国成立, 她在晚年被当时的吴师傅所收养, 并且对她极好, 在临死前, 她更是将藏有夜明珠的小枕头, 送给了当时照顾自己的无姓夫妇, 只是还没等她说出藏在枕头里的秘密, 就去世了, 这个秘密也直到1964年才终被发现, 虽然后世有人对这个工女的行为仍表示质疑, 可无论怎样, 她的这一次的冒险举动, 保住了国家珍贵的文物, 没让他们流落到国外, 发现这四颗夜明珠后, 吴师傅一家没有私藏, 而是当时便把这无价之宝献给了国家, 后经过考古学家鉴定证明, 这正是遗失了多年的慈禧太后奉官上的那四颗夜明珠, 国家有关部门被这一家人的精神所打动, 打算给这个人家十万块钱作为奖励, 可是吴师傅一家坚决不收, 说, 国家的宝物应该献给国家, 祖国的文物, 每个人都应该保护和爱惜, 吴师傅一家慷慨献出这四颗夜明珠的精神, 令无数人动容, 就这样, 这四颗慈禧凤官上的夜明珠重见天日, 也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谁也没能想到, 曾经在战乱之中隐藏的国宝, 竟然会藏匿在枕头之中, 至于这凤官上另外的几颗夜明珠, 慈禧太后多半带进了自己的灵墓, 多年后, 随众多的陪葬品一起被孙殿英盗走, 在中国百年的战争历史上, 毁于战火和掠夺的文物不计其数, 自从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闭锁了几百年的大门被轰开, 成群截队的盗匪涌入中国, 1860中国的元明元年, 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毁后, 文物被掠夺约150万余件。 而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 故宫和皇家园林在遭劫难, 古迹和文物损毁更是不计其数, 战争对于文物的损毁, 对文明的摧残更是令人发指。 文化遗产五千年的珍藏, 鲜火相传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责任, 落后就要挨打, 发展才能进步, 尤其是在别人都在进步的时候, 如果还保持原有的心态, 四平八稳, 那么最终就会被历史的洪流裹挟, 没有挣脱的余地, 只有不断地进步, 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掌握时代的话语权, 即便是暂时落后, 也能力争上游。 走到历史的前列, 成为时代的先锋与弄潮, 然而, 清朝末年的人, 或者说整个清朝的人, 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从一开始, 就顾不自封, 最后被西方国家拍在了历史的沙滩上, 没有还手的余地, 就连一向全是显赫的慈禧都是如此, 曾经, 他在西桃之时, 让自己的贴身丫鬟, 仓皇收拾了一些东西, 装进枕头, 但最后, 慈禧却没有得到这些宝物, 在六十多年后, 枕头包裹被打开,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国宝, 那么, 慈禧为何没有得到这些东西呢? 这些国宝, 究竟又是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呢? 几个道德帮, 驱军入个庄, 寄于交店院, 建阅上书房, 太后长安毕, 真非古景王, 朝中无主事, 百姓尽遭殃, 古代历史上, 除了宋朝之外, 清朝算得上是最屈辱的历史朝代了, 甚至比起宋朝更加可怕, 毕竟宋朝最后还是对金人进行了报仇, 使得他们最后只剩下了不到十万人, 而清朝自打入关之后, 为了巩固自己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 就开始实行一些极端的政策, 比如文字狱, 闭关锁国, 从顺治年间开始的文字狱, 使得人们不敢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社会的变革也发展不上去, 自然就不会有进步的余地, 可以说, 有着优渥的条件, 但是在科技上的发展, 却远远不如过去条件不如自己的王朝, 比如汉朝, 而闭关锁国政策, 则是在文字狱的基础上, 在加重国家之后发展的一把火, 关了国门, 所以统治者们和百姓, 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发展的是什么模样了, 进而产生了天朝上国的坐进关天心理, 这些政策就像是独流一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 开始慢慢溃烂, 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清政府由于没有在军事和科技上多加发展, 所以面对英国的长枪大炮无能为力, 最后战败, 在1842年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而这纸条约不是苦难的结束, 而是苦难的开始, 从那以后, 各种条约层出不穷, 但当时的慈禧太后, 一心只顾着自己的腐朽统治, 不对外反击敌人, 反而卑躬屈膝做奴隶, 血腥镇压国内的反抗运动,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慈禧却依旧高高在上, 窥然不动, 仿佛这王朝的根基永远不会动摇, 但是随着列强胃口的增大, 慈禧的大清江山, 还是有了根本性的动摇,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华, 慈禧太后眼看着列强的逼近, 不顾京城百姓的死活, 不理朝政, 只想着逃到西安之地, 在西逃的开始, 她自然要保证自己的生活, 能够衣食不愁, 于是就开始吩咐下面的人, 快速收拾金银细软, 其中, 有一个慈禧的贴身丫鬟, 依照慈禧的命令, 命令她将一些自己十分珍视的东西带着, 当时的宫女为了方便且安全地带着这些东西, 就将那些宝物放进了一个枕头, 原本此宫女以为自己肯定能办好这件事的, 慈禧也以为自己的东西定是安全无余的, 但是在西逃的途中, 由于仓皇且混乱, 那个带有慈禧宝物的宫女, 最终在路上与慈禧的大队伍走散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如何走到西安去, 索性直接回去自己的故乡, 然而, 亲人早已在这无情且凄苦的时代中, 要么战死, 要么饿死, 幸好, 还有一个认识她的邻居活着, 于是这个宫女就在邻居家里住下了, 尽管自己有了安身之所, 但是宫女也知道宫中的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要是拿出来, 必定会掀起一场风暴, 到时候可能自己的性命都朝夕不保, 所以, 她一直保守着枕头里面的秘密, 从不把她拿出世人, 而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后, 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宝贝, 结果却被告知自己的贴身宫女没有跟上来, 起初, 她怀疑是宫女卷着宝物私逃了, 便派人找, 但最终也没有找到, 慈禧就开始慢慢打消宫女私逃的可能, 只当是当时西逃过于仓促和混乱, 她在路上可能就已经死去, 所以慢慢地放弃了宝物, 时间来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拥有宝物的女子一直隐姓埋名, 而这家的人待她一直不错, 一直到她慢慢老去, 然后死去, 这家人整理她的遗物, 决定好好送走她, 结果在发现一个破旧枕头时, 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在里面看到了四个十分罕见的夜明珠, 珠子毫无瑕疵, 散发着耀眼的光辉, 这家人深知这可能是这个女子从宫中带出来的价值连城的东西, 私自拥有不妥当, 这也是这个宫女一直隐姓埋名的原因, 于是将夜明珠上交了国家, 相关专家经过鉴定之后, 发现这是真的宝物, 所以直接让国家单位收藏起来了, 经过半个世纪的暗藏浮尘, 这几颗夜明珠终于得见天日, 重新焕发新的光彩, 因为清政府的人贪图享乐, 不思治国, 才会出现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情况, 而慈禧在西桃途中, 依旧保持奢靡的状态, 带上所有的金银财宝, 殊不知, 命里有时钟需有, 名利眉时莫强求, 慈禧奢靡一生, 这最后的几颗夜明珠却不能为她所有, 要是被她拥有的话, 最终也许可能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而不是放在国家博物馆里, 不过, 虽然如今这几颗夜明珠是在博物馆里了, 但慈禧太后西桃的时候,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带走, 圆明园中能被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 抢不走的东西则被焚烧掉了, 原本属于我们中国的东西, 却被其他西方国家放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展览, 还美名其约是来自世界的文物, 真是极大的讽刺, 所以, 为了不再让历史重演, 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努力发展自己, 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贡献自己的力量。